因为冯小刚将担任央视马年春晚的总导演 所以明年的春晚是格外的备受关注 当一个个与冯小刚合作过的艺人表示 还没有接到冯岛春晚邀约的时候 沈阳晚报的记者说 汪峰和张子怡有可能同上春晚 消息一出立刻惊待了各位小伙伴们 据沈阳晚报记者称 马年春晚导演组有意邀请张子怡做主持人 同时也向汪峰抛弃橄榄枝登台演唱歌曲 这消息是否属实 记者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汪峰二人团队 汪峰老师可能接到春晚节目组的邀请了 是真的吗 这些事情都还没确定 那如果要是春晚节目组邀请汪峰老师参加春晚 汪峰老师会上吗 这些都带定好吧 虽说张子怡方面无法拨通电话 但是汪峰方面的回答却并没有一口否定 看来汪峰接到邀请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 初期春晚汪峰也不算陌生 就在2013年春晚上汪峰就曾信歌一曲 而张子怡也并非没有登过春晚舞台 而张子怡此前曾参演过冯小丹的夜宴 今年又确认出演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洛杉矶奇遇记 可谓与两位春晚导演都十分熟络 如果汪峰与张子怡二人同时出现在春晚舞台 将不实为马宁春晚的最大探点 你们在说什么 张子怡张子怡啊 好了 关注